并且预计的加工时间 是在这边会显示出来的 视图也跟我们在外面是一样的 都可以进行视图的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修改工件和配料透明度 来观察我这个切削是否正确 是否过切或者漏切 以及我可以点选我想要看的一个工艺 来进行仿真 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我就从头开始仿真 就是点到出车这个位置 然后点击启动 它会直接把我们轮廓 也就是我们的金车这一步去做完 把车这一刀给做完 观察如果屋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我们把模拟界面关闭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后处理界面 点击我们的后处理 好我们主要后处理的设定 在于轴群设定 首先点击设定机台轴向 那这边的话 因为我使用到的只有两轴车销 那是用到X还是Z轴 所以说我可以选择二连动 那如果我们的机床 包含外轴以及动力头的话 我可以选择一个四连动 那这边也可以选择到端面 端面和柱面的一个动力头 然后对应的外轴 也是可以进行设定的 好对于轴向以及主轴的名称 也都可以进行修改 方向也是可以进行修改 比如说我的主轴或者是Z轴 跟实际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这边我就可以给它反向 然后以及我们的边界 以及直半径 轴的切换等 在这边都是可以改 根据实际机台的信息 去修改就可以了 好修改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确认 然后我们点击设定后处理参数 首先计码种类 那这个一般用于新代系统的话 我们是A 这床一般是A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选择A就可以了 然后这几个选项取代控制器的Z00 快速进给速率 以及输出外坐标 主轴定位合并输出 那这几个选项如果需要的话 都会勾选上 好接下来端面X5 也需要使用到Z201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极坐标 极坐标的开启和关闭 就在这边设定就可以了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设定是否使用G2还是Z3 在这边勾选就可以了 好技能代码这边 首先IM代码的设定 因为我们这个轴向 没有选择有动力头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側面动力头和柱面动力头 IM我们是没有办法修改的 因为我们没有开我们的机台 它是灰色的 没有开这几个轴 好然后对于辅助技能呢 我们有一些程式暂停 包括切销开启关闭 以及主轴的一些松刹车 还有主轴定位的这些东西 一些常用的一些AM代码 我都可以进行修改 就跟我实际机台相符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这上面没有的 我也可以通过自定义 来新增一些我想要的AM代码和代号 在这边新增就可以了 新增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在我的工序前后 好还有模板设定 模板设定实际上把我们 想要的几个联系在一起的加在一块 比如说我这三个想要一起去动作 让我可以把它集成在一个模板里 后续我想要添加的话 就直接添加那个模板就可以了 不需要一个一个再去点选 添加我的AM代码了啊 非常方便 好这边设定好以后 我们也点击确认 这边还有一个选项 叫做设定档头和档尾 设定档头档尾 实际上是把我的NC档的前盒尾 定型ECM代码添加 注意是整个城市的前盒尾 整个城市的前盒尾 那同时呢 如果我们有第二轴权 也就是可能是走线机等等这样机型 我们也可以选择勾选第二轴权 那同样设定方式的话 跟我们第一轴权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边我就不多说了 好设定好之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的后处理 储存起来 那对应某一个机台 我就把这个名字 设定为那个机台的名称 下一回我如果想在那个机台上打样的话 我直接勾选这个机台后处理就可以了 就是我这边储存好之后 我直接在这边再入我想要的后处理 就完成了 不需要每一次都修改啊 每一个机台 只用设定一次后处理就够了 好这边设定好以后 点击储存 那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我们的NC档输出 就是输出我们的城市了 点击NC档输出 点击储存 点击储存 点击储存